大家好,我是白石木马人唐大叔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2019款的吉普木马人 Sahara We can choose to stay in a bubble of comfort Or go anywhere Right now Without a plan Without worries and fears And without notifications Just you and your Jeep You are going to lose comfort and convenience But you will see the best places People And see how little you really need To be happy Eat Sleep G Repeat To all Jeep lovers This is you can be happy When the pavement ends Let the fun begin Yeah 19款的木马人 是改款之后的第二代 1819款基本上是一样的车 但是很多第一代没有开放的选项 还有颜色 第二代可以看到了 今天咱们聊的这一台 就是全新颜色的 Steam Grid 军舰灰的颜色 然后配了一个19年终于看到的 这个电动软顶 当时的定位是只有沙哈拉独享的 这一个电动软顶 结果19年出来之后 沙哈拉和罗比肯 全都有了这一个选项 这一个顶是介于硬顶和软顶之间的 全新木马人 沙哈拉是没有两门版本了 沙哈拉标志下面 写的是Unlimited 不管哪个级别Unlimited的意思 就是四门版的意思 那沙哈拉本身的定位就是偏于舒适 所以这个定位也是我们一般推荐的 如果不是越野特别厉害 综合的话沙哈拉选这个级别 19款的沙哈拉标配有这么几个东西 首先它是木马人产品线里面唯一标配硬顶的 再来改款之后蓝牙还有到后影像都已经标配了 那沙哈拉选择的是18寸的 在没有过多的去牺牲公路性的同时 也有一定的越野能力 然后轮胎配的是一个全地形的轮胎 荧幕大小是一个7寸不带导航 但是可以Apple CarPlay还有Android Auto兼容的这么一个Uconnect系统 另外木马人所有标配都是不倚 如果大家选择沙哈拉的话 一定尽量去选这个LED灯组 把头灯雾灯还有后面的到后照明灯全都换成LED的 19款新增加的是一个高级安全组 今天评测这台车上面并没有选配这一个选项 那回头呢这个功能唐大叔会和大家在细说的 改款之后的木马人是可以选一个全时全驱系统的 这一个选项呢是沙哈拉独享的 首先呢因为沙哈拉的定位 所以这台车呢我们选配了皮椅 同时呢顺便就选了冬天组 也就是加热椅和加热方向盘 那今天我们评测这台呢 是选配了升级音幕和升级音响这么一个组合 然后呢改款之后这个低音炮又移回到后尾箱的侧面了 那不再是原来后尾箱的下面 这样的话呢下面就多了一个空间出来 同时呢升级了皮椅之后呢 这一个内饰会更好一点 皮的部分会更多一点 再来呢我们是选择了8速自动挡的这么一个变速箱 沙哈拉有个独享的全市全区这么一个系统 以前很多女孩子的木马尔车主都是一直在要求的 因为只要打到这个AWD全市全区里面呢 那基本上就不用去想了 除非遇到下雪天呢或者出去越野的时候 我们在手动把它调到高速四驱或者低速四驱 木马尔呢是一个五座的SUV 所以呢后排是可以坐三个人 最多呢也可以放三个婴儿座椅 今天评测的这一台19款的吉普木马尔沙哈拉呢 是非常适合使用SUV的家庭 但是呢又觉得平时的SUV比较无聊 配合了8速变速 现在油耗也基本上可以达到了14格以下这么一个油耗 当然新款木马尔的选项还是比较丰富的 如果大家有问题呢欢迎呢在留言区和我们提问题 如果还没订阅记得赶快订阅了 喜欢这个视频呢记得点赞 如果不喜欢呢就不要给我差评了下面留言 这个视频引出的话题大家也可以跟我分享 跟大家一起讨论 然后呢当然了如果你住在温哥华或者温哥华附近呢 可以找汤纳树来买吉普支持下业务 广告的话就这么多了还是 好吧好吧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白石木玩唐大树 我们下回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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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